虽然Stable Diffusion的网页界面 方式简单直觉 但是随着参数与功能越用越多 总有种身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想必你也感觉到了 所以这次要介绍的是 能将功能与参数视觉化的Comfy UI 首先我们需要前往两个网站 第一个网站我们下载的是 Comfy UI的压缩包 网址会提供在影片下方说明 下滑找到下方载点 点击后就会下载压缩包 接下来我们前往第二个网址 点击下载 接下来将压缩包解压缩 这里为了示范先解压缩在桌面 解压缩完成后 前往Comfy UI底线Windows底线Portable档案家 目录下的Checkpoints这个档案家 将下载回来开头是V1的这个档案 剪下来贴到这个档案家内 下一个步骤前往Comfy UI底线Windows底线Portable档案家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使用的电脑是没有显示卡的 请选择Run CPU这个 有显示卡的请选择Run底线NVIDIA底线GPU这个 其他显示卡请参考官方文件 点击两下后就会开启Comfy UI了 与Web UI不同的是 每个功能都变成模块 透过模块与模块的连接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参数数值 做了哪些操作 以及当前算图运作的进度 我们先用预设设定来算一张图 透过视觉化的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进度条 所以Comfy UI视觉化界面 非常适合用来打造个人 独一无二的工作流程 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们下次见